大家好,我是橘子,欢迎收看本期《创意黑歌》,喜欢的小伙伴给关注我们。 随着现代网络的发展,许多网红食品出现在人们面前,比如一种可以冒烟的冰淇淋,但这种食品真的健康吗?我们一起看下去吧! 一款合格的网红食品,一定要经得起摄影机的考验。 在美食界竞争激烈的环境下,人们对网红食品的创新也从未止步,脏脏包,洗茶,手撕面包。 无数年轻人为了晒朋友圈而前去打卡,羡慕说这些食品好不好吃,但听名字就知道,这类食品热量非常高,对身体有不良影响。 而冒烟冰淇淋是最好的代表,因为它可以直接给人体带来伤害。 吃下这种冒烟冰淇淋,嘴巴和鼻子都能冒出烟雾,很吸引眼球。 这是因为冰淇淋在制造过程中,加入了液氮,从而达到快速冷却,并制造出烟雾缭热的效果。 虽然液氮是无毒的,但其本身的温度达到了零下196摄氏度,使用这类冰淇淋有导致冻伤的风险。 尤其是对于有哮喘的人群来说,吸入的液氮有可能导致呼吸困难,因此面对这些网红食品,一定要理性选择。 小伙伴们认为呢?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 好啦,本期节目就到这里,该视频素材来自于网络,由创意黑科剪辑制作。 喜欢的小伙伴们记得点赞关注哟,我们下期再见。